5星級的度假村 疫情台灣這邊又開始了 所以都沒有人 也可以看到通緝船 在旁邊都閒置的 還有神棟筆什麼的 應該也是中午了 可是中午應該是我們台灣墾丁 睡這個到時候 就蠻可惜的 這個時候反而都沒有人 大家可能都在家裡煮疫情 現在就是週末這樣 整個南國的工錢還是很快的 肯定是台灣最難的地方 可是也是一個五星級的 就是比較舊 他大概20年了 可是他20年 他還是有些疹瘦什麼的 然後設施也蠻多 比較親子 偏向親子化 這是一個什麼 幸福教堂 很愛心的 這裡是個教堂 對吧 往上看一下 我想應該是 賓客們可以站在下面這裡 我叫做泳池 然後 像美國那樣吧 大家要看著他們的新人們 緩緩的走下台階 然後結婚 然後開始一生的幸福 哈哈哈哈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東西 這個放年拍的漂流 他們李安當時為了拍這部片 他們在這裡啊 在了演員 在這裡見見了一個月 所以這也是這家飯店的一個賣點之一啊 我是一直覺得台灣就是很 很有很豐富的一些 台外線資源啊 或者是一些 人都挺親切的這樣 那 比較可惜的是 政府這邊沒有好好的去規劃 還有發展它 變得有點 這邊真的是很可惜 我怎麼那麼說啊 這個 就是剛講那個 那個 啊 少年拍的 喜歡漂流 當時李安 就回到台灣來 在這邊 幫他們去裡面潛水這樣 然後他們在這邊住一個月 所以當然畫了這部片 很成功嘛 所以 你看這個池子很深哦 這裡有4米深 看錯嗎 這很深哦 因為這是訓練潛水的地方 你看他們在潛水 你看他們在潛水 你看到潛水 很好玩吧 好了 放大2.5倍 用我的iPhone12 抱歉啊 不是iPhone13 這裡 這裡再往旁邊一點 就是這個 台灣這個島 最難斷了 還沒有一小群人 我希望他們在 他們在開會吧 我們這個hotel是有的 四人沙灘 四人沙灘 沙灘沿岸 沙灘有個小沙灣 在這兒少一點 這個是白沙 非常新 是白沙 然後就這兒有個白沙灣 小小的小沙灣 他們叫小沙灣 什麼設施都有 新之館啊 游泳池啊 飄飄河什麼都有 當然也介紹過了 啊 所以很多人就是 住一下然後在這邊上餐稍微晚些 因為這四人海灘比較不像公走的那個海灘 大家人會很多 這邊就維持著稍微更 比較安靜 當然今天遊客也不多啦 以前 大陸觀光客 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以前還有微信啊 直播寶 直播什麼的 現在好像沒有了 順便跟他講一下價錢好了 這邊注意管上大概是 一萬三千多吧 台幣不換水 還還也差不多吧 那種五星級的渡下飯店 那個 那邊往後往南是菲律賓 後面 往西 過去大概300公里吧 這是回見 其實也不遠嗎 開個車一天就到了 哈哈哈哈 300公里還800公里啊 總之一天能到的 嗯 就算是開車 也不是太快的人 大家在挖小貝殼 可能在找房間去 好都想到這了 那我們下去再說 好謝謝各位